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陌生人是在火车上遇到的 他叫王强,也是平山市人,毕业于平山理工大学 毕业后把家安在了平山,在平山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上班 他老家是苏州的,这次回去是回老家 在车上,我们跟他了解了一下苏州的情况 他给我们讲得很详细 毕竟那是他的家乡 他告诉我们怎么规避被坑,哪些景点值得去 到了苏州之后,我们就按照他告诫我们的做 的确规避了很多套路,而且玩得很充实 这个人对我们过分热情,他可能有问题吗 除了热情之外,还有别的举动吗 他的身体,有没有触碰过你们两个的身体 张凡说罢,与袭仔细地回忆了一下 这倒是没有,而且下火车之后他就非常兴奋地离开了 就像,就像我们好久没有回到平山市突然间回来了一样 对,就是这种感觉 在我看来,这个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接触的第二个陌生人是一位讲解员 这个导游在苏州一个著名的景点上班 我们去那个景点旅游,选中他做讲解员 通过聊天得知他是平山市人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所以我们晚上就一起约着吃了顿饭 这姑娘从平山去苏州念了个三流大学 毕业后就去景点当讲解员了 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喝了点酒 他醉先醉了 喝醉之后跟我们讲了讲他小时候的生活 他小时候家里很穷 父母是卖苦力的 每天面朝黄土备朝天 挣钱供他上学 希望他可以摆脱这种生活 但是他却让他的父母失望了 没有考上本科学校 只考了个专科 他感觉很对不起他父母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很困难 讲解员的条件相对低一些 所以就来当了讲解员 刚开始当讲解员的时候 他刚刚能糊口 也没有什么钱孝敬父母 干了三年的讲解员后 因为他挺机灵 便被提升为讲解员组长 收入也终于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他终于可以孝敬父母了 就在这个时候 父母却双双离世了 这种感觉让他痛不欲生 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两个都跟着哭了 非常同情他 而且在他的热情劝说之下 我和清灵也跟着喝了两杯啤酒 但并没有醉 那天还真是奇怪了 我平常不喝酒 之前同学聚会我喝过一次 一杯啤酒就喝醉了 但那天喝了两杯 我却没有什么事 忽然 于婿想到了一件事 看了下张帆 张先生 是不是上次生病 对我的体质有所改变 让我的体质 对酒精不那么敏感啊 没有 听到张帆淡然的回答 于婿有些失望 那天喝完酒之后 清灵有没有表现出 有什么异常来啊 异常 没有什么异常 就是回酒店之后 倒头就睡了 听到于婿的话 张帆眼神以宁 我见识过清灵的酒量 在女孩子中 算是比较能喝的 一个人喝两瓶 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天 估计是太同情 那个女孩了 喝了两杯就喝多了 看那女孩的样子 应该是个好人 她不可能害清灵 我再跟你说说 第三个我们遇到的陌生人 不用说了 就在这时 张帆抬起手来 阻止了于婿 继续往下面说 怎么了 之后的三天 林清灵是不是每天 每顿饭都会喝酒 你怎么知道 是不是 每次喝完酒 她都会异常地亢奋呢 还真是这样 不过 不能说亢奋 应该是 比没饮酒的时候 要兴奋一些 我们白天 在景点里玩的一天 晚上 其实已经很疲惫了 但清灵喝完酒后 那三天 我们每天晚上 都会去KTV里唱歌 清灵玩得很嗨 听到这里 张帆微微点头 好了 答案已经出来了 这个女孩 便是害清灵的重要一环 听到张帆的话 再唱众人微微一正 从余夕的阐述里面 可以听出来 这女孩是一个可怜人 并且 也不具备坑害林清灵的条件 张先生 这 这怎么回事 林建民凑了过来 有些疑惑的发问 虽然 这女孩看起来并非是凶手 但是 林建民实在是太过信任张帆 认为 张帆说的话 便肯定是对的 此时 他竟认为 凶手 应当就是那个女孩 恶鬼 有一种邪术 名叫 嗜酒夺魂术 这种术法 需要饮酒之后 恶鬼方才可以在其身上施展 这术法的作用 便是可以悄无声息地杀掉 被施术之人 而且还可以夺取 被杀死之人的灵魂 化为魂器 被恶鬼吸收 也就是说 被这嗜酒夺魂术杀死之人 是逃不了魂飞魄散的 听到魂飞魄散死个字 再上主人的脸色 都是微微一变 魂飞魄散 那可是比死 要更加可怕的事 人死后 阴魂进入阴曹地府 还可以转世为人 但如果魂飞魄散 便连为人的机会都没有了 直接 会化为一缕青烟的 那咱们马上去苏州 去找那个将决员 然后再通过他 找到谋害秦灵的恶鬼 林建民猛地站起身来 满脸都是焦急 不用去苏州找这个女孩 在这就可以 在这 什么意思啊 恶鬼在秦灵的身上 施展了19多魂术 想让这术法 停留在秦灵的身体之内 他和秦灵的距离 就不能超过方圆五里 也就是说 这恶鬼 就在这方圆五里之内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